剩饭会致癌 大部分人都会吃剩菜剩饭 但还是有人反对吃因为怕致癌 然后那么到底可不可以吃呢 然后熏烟火腰下的烧烤食物 到底会不会致癌呢 王兴医生的答案就是会但可以吃 哈喽你好我是一星 欢迎来到一星头频道 健康是一种选择 No Health Note 回头这个频道和大家分享科学健康养生 然后最近咨询癌症的病人就比较多了 再加上看了这本由王兴医生所写的 癌症病人怎么吃 所以就想把书中的一部分的内容 跟大家分享 你还可以把它当作我之前的视频 防癌秘诀 癌症五大经济的续集 上一集我谈的陈兆飞博士 曾经和我们分享的 避免吃发酶的食物 避免酒精 避免使用低冒原点的食用油 避免肉类 避免肥胖可以防癌 这一集我要谈医生王兴 在书里写下的热肠生活中 常见的抗癌饮食物区 还有他推崇的饮食方法 书中提到的热肠生活中的 常见的癌症饮食误区医 就是剩饭会致癌 大部分人都会吃剩菜剩饭 但还是有人反对吃 因为怕致癌 然后那么到底可不可以吃 医生王兴就说 其实只要方法得当 是可以吃的 有三个点需要注意 首先剩菜比剩肉就会更危险 当蔬菜在常温下6个小时 然后冷藏24小时后 会自生微生物 这些微生物就会把蔬菜当中的酵酸盐 转化为有毒的亚酵酸盐 如果长期摄取 就会大大增加胃癌食道癌等癌症的发生 然后肉类食物中所含的酵酸盐的量比较少 在冷冻的情况下 大部分的蛋白质会保存良好 彻底加热的话 自身的少量的微生物也会被去除掉 不会对人体造成损伤 建议剩菜24小时内就是食用完 然后剩肉48小时内就要食用完 在中国南方 食用有坚果类还有大豆 长时间存放可能会产生致癌物 黄取酶素 这是目前已知食物当中最强的致癌物质 其诱发肝癌的能力是压酵酸盐的75倍 所以一定要谨慎避免 看饮食物区二就是烧烤会致癌 烧烤是现在人聚会的一种常态 我家的小区 几乎每一个周末都会有烧烤聚会 食用会满月 新年派对 圣诞派对等等 然后熏烟火疗下的烧烤食物 到底会不会致癌呢 王兴医生的答案就是 会 但可以吃 怎么说呢 烧烤还有熏制食物过程当中 可能产生一种叫本病笔的 Penzylpirin的致癌物质 在大量的哺乳动物实验当中 都能发现它可以明显促使 动物器官发生癌变 那越高温越烧焦 本病笔的那个含量就越高 但研究表明如果火焰侧面加热的 本病笔的那个含量就没有很高 意思就是说吃烧烤不妨注意 勤翻面 然后防止某个局部烤焦烤糊烤烂 如果真的不小心烤焦了 那个部分就坚决不要吃 烧烤的时候适当的增加 以肉和火之间的距离 也可以食物加个外套 用细子菜叶包裹后再与炭火接触 然后配搭就是蔬菜一起吃 然后营养更均衡的危害就更低了 当然无论如何 烧烤的出速还是尽量减少比较好 那么再来就是抗炎饮食误区3 就是辣椒会致癌 很多人很爱吃辣椒 但也甚怕吃了三味甚至怕致癌 王兴医生就特地去考证看过大量的研究后 他得出一个结论 适量的辣椒能防癌 过量的辣椒会伤胃 辣椒有很高的药用价值 红辣椒富含辣椒红素 大量维生素还有微量元素等 另外红辣椒中的维生素C含量 是蔬菜当中最高的 被提取出来的辣椒素不但有阵痛的作用 还有保护心血管抗炎抗结石 保护肠味道还可以降低肿瘤等发生率 除了这三个饮食误区 王兴医生还为大家推荐了一种 公认健康的防癌饮食方法 那就是著名的地中海饮食 Mediterranean Diet 地中海饮食主要由希腊 西班牙 法国 意大利 南部等处于中海延安的南欧各国 有蔬菜水果 鱼类 五谷杂粮 豆类 还有橄榄 有为主的饮食风格 其实简单来说 就是要多吃不同的完整天然的食物 少吃炉制品 还有加工食品 总结来说 抗癌饮食误区一 就是剩饭可以吃 但剩菜比剩肉更可怕 有毒的压硝酸盐 会增加胃癌食道癌等癌症的发生 而长时间存放的食用油 坚果类 大多可能会产生致癌物黄曲霉素 是目前已知 食物中最强的致癌物质 抗癌饮食误区二 就是高温烧烤会产生 病病比致癌物 但如果可以增加肉与火之间的距离 或勤翻面 避免烧焦烧烤还是可以吃 但要少吃 然后抗癌饮食误区三 就是适量的辣椒可以防癌 过量的辣椒会伤胃 王先生医生给大家推荐的地中海饮食 都是蔬菜水果 五股杂粮 豆类还有鱼类 好吧 今天也聊得差不多 如果大家有任何相关的疑问 可以在这方留言或电邮给我 我我的元气顾问 会一一的回答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 有这样子让你学到一些东西 或得到某一些启发 希望你能为我点个赞同时订阅并打开小铃铛 你可以到我的IG和Facebook看看我的热厂 祝大家健康快乐 美丽每一天 拜拜 我觉得以前的人 闻癌变色 现在的人闻癌无感 都听到麻木了 一直到身边有家人或朋友患上癌症的时候 才会触动一下 好像真的是离我们蛮近的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如何防癌 或是癌症怎么吃的知识 可以点击这一个视频某一个角落或讯息栏里面的链接 我们的元气顾会给大家30分钟的免费咨询 希望帮助大家从容的面对癌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